哈喽大家好我是海杰 这次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呢 就是上海这次疫情啊 对于本地的一些实体商户 还有动于中小微的一些 萌电做生意的人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聊之前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 简单的一个做个介绍 我是叫海杰 然后是一个95后是96年的 然后是是一个互联网大厂的一个离职员工嘛 然后就是不想在里面去内卷了 然后就出来之后再考察一个项目 然后就自己投入创业这件事情 从去年的到今年的一个一月份嘛 录自己的第一条视频 然后到现在 其实我最定的目标是90天那个创业季 其实记录了 记录到44天的时候 就是暂缓了一下子 然后今天是立马穿越到78天时间 剩下其实是一天12天时间了吧 那么我我目前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亏损的 然后因为之前没有疫情 没有发生之前的公司是一个 刚开始走入正轨 刚开始引力嘛 然后是因为疫情 在家待了将近20几天时间 这已经被封了20几天了 然后我在家一直在家办公 然后所以导致就说收入是没有增加的 然后是成本一直在往前 用办公室成本 有人缘成本等等一系列的 那么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上海疫情对于本地实体商户的影响 因为我本身是有发言权的 我作为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我是受影响的 我在上海 我服务的客户穷体呢 也是说是实体商户 美容 美发 美甲 利人 休闲 娱乐 餐饮 等等一系列的 都是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一些 就是客户穷体 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在疫情办公的时候 跟一些商户老板是有过交流的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的 包括当下的一个人的一个心情 可能普遍都比较不是特别好 因为谁在家里经常待那么久时间 谁都会可能懵逼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很抑郁 那么 那么我是 我亲身体会到这件事情 首先我觉得就是 因为在看 刷懂音啊 刷各个平台 就看到其实现在 对于这次疫情呢 其实专家的解释呢 说是比武汉的疫情还是有严重的 就是说这次疫情的规模是很 就是史无前例的一次 那不是我说的 是专家说的 另外一块呢 就是这么这么大的一个疫情呢 对于一些上海来讲 是一个就是首都呀 它是一个魔都呀 就是说是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 它一定会 现在常住人口都是2000 将近2500多万 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 另外的话就是 对于一些上海 是有百万的一个做生意的人 那我就算其中之一嘛 就是对于这些 我觉得首先说一下观点 观点就是对于青创业的人来讲 像我这种创业者来讲 它不会影响到什么 不伤不伤筋动骨 就是可能就损失了几万块钱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对于大部分人都是属于重资产 会有大量的一个就是电铺去倒闭 因为你想一下 我作为一个小小创业的我都会受影响 对于一些大的一些商户 就是说一定会受到影响吧 另外的话就是说他们短期 我觉得很难去复工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现在每天的一个增长 比如说从 一直在增长 现在目前就是每天的狂增 就是说这就让人最头疼的一点问题 如果当下的问题一下 没新增了 我们都去复工 那这件事情就是会 就是倒闭率并不是特别高 最高的就是说 你现在疫情在增长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 不到什么时候才能增加 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会有 我预计会有这样的一个倒闭率 另外的话会有大规模的一个人员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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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如果是没有去 就是就是去管控的特别去好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城市没有魅力啊 就是你一个某都你这样都没关好 别的城市都没关好 然后就去外地去发展 完全是有这样的 我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又继续去对着那个上面的去讲 就是说 不光是说是有一个人员里流流流动外出 另外的话就是你想一下就是上海有百万商户啊 这么多商户去倒闭 另外的到后 说就是人员流动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会导致大规模的一个裁员 因为实际上就是现在国家的一个税收来源的很多都是属于中小微企业并不是大公司大公司其实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那么会有大部分的人员人家不挣钱的把人把人去财了不是也正常吗那么会有大规模的一个裁员潮因为其实我也看过今年的一个就业数据啊就是说今年2022年的一个毕业的人数将近有1000多万就是很夸张去年是800多万今年1000多万 未来的一个就业形势呢我觉得也不会是特别特别好因为就像我这种物资来讲我现在招人的话是很好招的就很容易去招到人 现在就是说对于大家我觉得对于整体不光是上海吧对于整体的一个就业环境各个方面都是存在一个很多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这些年轻人当然是碰着是解决问题去去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你想4月1号到就是到现在嘛会有很多的一个支援者或者是来来到上海支援的人 我觉得这帮人就是非常感谢这帮人来支援啊 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迟早会会好起来的就是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当然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也是也是会会走的 还有就是下期视频可以聊一下就是在这条视频可以留一下就是底下留一下你的自己对于这次上海疫情你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你的故事 那么我们都会去我本人我都会去看去去在上面去跟你去交流每一条路都会回复 另外下一期的话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就是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办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一点第一点呢就是说说客观现实嘛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是怎么办 哈喽大家好我是严琪 我现在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今天是4月5号 今天看到新闻说上海昨天24小时内 新增了单日破万的这个本土病例 差不多连续要一个月了吧 现在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养成了习惯 不是去洗手间不是去刷牙洗脸 而是打开手机看新闻 看官方渠道发送的新闻 看一下每一天的之前一天24小时内上海到底又新增了多少例本土病例 有症状以及没有症状的 作为所有的上海普通市民老百姓来讲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头等大事 昨天首日破万例 我觉得 我心情很很沉重吧 就是就是没有任何精神 就是没有精神要去做任何事情 那今天14月5号嘛 还是我们法定假期内 所以今天还不用工作 明天的话我们就会照常在家办公嘛 除了就是说这些客观的新闻以外 我相信就是大家的这个食物的储备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有些问题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首先上海它是先实行普通这样分锁的嘛 然后按照有序的顺序然后进行到普西嘛 所以当时的话呢 居委会是给到我们充裕的时间去买菜啊买肉啊买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作为普通的市民在普西这边的我们就会以为说4月5号就解封了嘛 如果一切正常绚丽的话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并没有收到这个通知 所以这个封锁在家隔离的话还是继续存在的嘛 那具体哪一天解封的话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要等待上一级政府的通知才会去执行 所以我想在这边跟大家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分享的 就是我们当时购买的这些物资啊 包括食物啊饮料啊米啊面啊油啊 这些生活最基本的东西 其实我们是差不多预计到4月5号左右的 所以现在至少我这边家里的话呢 就是物资的话已经慢慢的在匮乏中了 每天比如说会消耗的一些最基本的像鸡蛋啊牛奶啊 还有咖啡啊 对就是这些基本的物资其实就是已经没有了 对然后鸡蛋目前只剩几个 就吃完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就是解除隔离 然后能够出去买东西 对 所以就想录个视频吧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不知道各位网友特别是外地的网友怎么看呢 因为我在工作中会有很多在外地的客户嘛 那这两天也会看他们的朋友圈啊 看一下他们当地的疫情的情况啊 那基本上就是其他城市的话呢 还是比较就是过正常的生活 就没有说居家隔离啊 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样子 那基本我看到像在北京和广州的客户 就生活照常 然后还有客户会去到公园 跟他们的小朋友去周末野餐啊之类的 对就感觉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对然后也有一些客户的话 他会在朋友圈晒 比如说今天吃火锅或者是吃牛排啊等等 对就是就感觉还是挺羡慕他们的 那总结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所有上海的这个普通市民 都希望这个疫情能赶紧过去 然后我们的生活能恢复到原来普通的 最最普通的生活 然后早日清零 我们一起努力吧 然后也尽量去理解志愿者啊 或者是医护人员他们的这个要求啊 然后给到我们的支持啊 我们需要去感恩 而不是去指责埋怨 可能有一些这个志愿者他做的稍微欠妥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埋怨了 还是大家双方要多多理解 因为现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嘛 对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觉得有些事情就不用真的就就就 就不要再去就纠结一些小事情了 对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然后也大家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可以在我下方处进行评论和点赞 我也需要你们的支持 给到我一些更多精神上的支持 好先聊到这儿吧 拜拜